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样一种中国的非常严厉的政治环境之下 有这么多人表示他们的勇气 说明我们还不能死心 我们还有一些希望 当然我更希望这个名单不断的扩大 越长越好 青蛙大学这几天好像成为大家的非常人们的关键词 因为刚刚又有一位青蛙大学的毕业生受到了取华 这个人你也可以说不是取华 你也可以说跟青蛙大学没有关系 但是他确确实实是毕业于青蛙大学 1978年考虑了青蛙大学的计算机系 电脑系 这个人大家都知道 他叫卢继伟 是一个正部级的官员 他的原机是浙江义务 年轻的时候参加了蒋红军 成为南海舰带的一个士兵 后来从部队离开以后 进入了首钢 1978年考虑了青蛙大学 那么本来学的是计算机 如果他继续沿着计算机 这个道路走下去 如果留在中国 也许就是一个教授或者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 但是后来很快他转为了研究经济 那么研究经济以后 正好就进入了当时候的吴敬廉先生领导的 这样一种整体改革的课题小组 当时好像除了他还有周小圈 好几位后来成为最近一些年 非常顶尖的经济型的官员 罗继伟当时因为参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学院的 研究工作当时候研究经济的学者比较少 所以使他这样一位年轻的学者 比现在很多的博士生 数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去参与一些实证的研究 或者是参与中共最高层的决策 所以当时候他在社科院的期间就已经得到了一个不久 在中国的政坛上担任了关键性的角色的 这个专业的助益 所以罗继伟毕业以后进入了国务院的办公厅 办公厅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是一个权力的训练的机构 他同时也是国务院决策的一个制乱系统 他在办公厅的调研组里面 又是下面的一个小组叫财经领导小组 财经小组 财经组的调研工作 那么他当时候春风得意 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参加了 著名的八三龙游轮上的会议 当时候这些会议里面参与的人 都是一些重要的经济的学者 和后来在中国的经济领域里面 扮演了决策者的角色 那么他当时候罗继伟在三十五岁 那么吴敬莲和周英基有非常渊源的关系 那周英基后来一步一步的升职 到了上海以后 罗继伟也去了上海 在上海的经济改革办公室工作了一段时间 后来大家都知道周英基回到北京 那么后来这个罗继伟就成为了 周英基团队里面的最受重用的一个经济学家 或者说是一个经济系的官员 为了培养他 把他放到了贵州 当了副省长 但是这个副省长当了以后 回到北京 担任了一些职务 但是其中有一个职务 担任的时间也太长了 财政部的副部长 长达九年时间 你就想一想 一般来讲升不上去了 也就是拉倒了 但是呢 朱英基在最后的时候 还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后来李克强选择财政部长的时候 李克强当时好像是希望消极还是希望谁 来当财政部长 但是 朱英基的强烈的干预 强烈的作用 罗继伟成为了新的任财政部长 而罗继伟他属于整体改革派 他有一套他的经济学的理论 他担任财政部长的时候 他就讲了 财政财政 一是个财 第二是个正 如果财的问题碰到正的问题解决不了 这个正就必须要变改 那么他一直以来就发表了一些比较大大的理论 但是由于他的能量 由于他的自身的资历 所以他从财政部长下来以后 也按照正常的惯例成为了全国社保基金会的理事长 社保基金会是最近几年成立的 一直以来都是由财政部长 或者是由财政背景的正部级官员担任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第一位应该是财政部长下来的刘仲黎 第二位是财政部长下来的向华晨 第三位是戴相龙 戴相龙是天津市市长转任的 转到社保基金的理事长 但是戴相龙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的央行行长 所以他的财政背景当然没问题 后来就是谢树仁 也是财政部长来的 然后就是罗继伟 而罗继伟公开的言论很多 那私下的批评更多 今年最著名的一个批评言论就是在两会期间 他公开接受了香港南华早报的访问 跟南华早报说 我一开始就批评2025的中国制造 他说这样一种顶尖的科技 顶尖的发展 很多领域方面是具有不可预测性 你制定这么一个计划 完全是浪费拿出你的钱 那么这样一个计划大家很清楚 这个计划就是习近平主导的 强过梦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这样一种2025的中国制造的计划 要把中国从一个制造大国 变成一个制造强过的这样一个大梦 在西方也遇到了非常多的批评 因为这样不仅是浪费中国拿出人的钱 不仅是有可能根本就对未来的高速变化的科技领域的发展 做了很多错误的判断 而且很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强烈的政府行为 会对市场的科技发展加强了政府干预的色彩 那么这样一种干预会对市场产生很大的扭曲作用 所以中美贸易谈判里面的其中一点 就是2025的中国制造不应该出现 那么在早几个月的时候 川普总统在一次推一推 还是在一个什么什么活动上 他公开透露出来说中国不提2025了 当时他大家的简直觉得不匪夷所思 怎么能会不提2025了 这是习近平签订的一个大的项目啊 怎么能提不了呢 对不对 觉得川普是不是吹牛 结果呢 在今年两会上 李克强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 他真的没有提2025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样一个习近平所签订的 这么一个庞大的 沉默的询心壮志的 这么一个强国计划 不会提的一句没有 他只是可能隐藏在某一个 隐藏在这个后面 只是不提而已 那么这样完全不实行是不太可能的 只是换了一个名字 或者是不义这个名字 或者是不是 只是做而不讲 但是 能够公开提出 对习近平的这样一个计划 进行公开批评的中共高级官员 那就是罗继委一人 两会里面 其实大家都注意笑话出来了 也是最重要的 最有力量的就是 罗继委的批评 那罗继委批评中共的事情 那多哪去了 他认为现在的很多的经济行为 实际上都是采取运动式的一种方式 这个对经济的发展是一个 是一个长期的伤害 那有人就说 他这一次被免除这个 理事会职务啊 其实也不是刚刚免除的 虽然我们看到的消息是昨天 中共在通过这个新华社发布出来的 国务院的人事任命通知 其实这个任命往往不是当时所产生的 是每过一段时间 国务院会定期的把过去一段时间 进行的人事任命集中在一起 公布而已 那么事实上呢 在3月份的时候 罗继委的职务就被拉掉了 被养会拉掉了 为什么有人对这个职务的 移动没有引起那么大的距离呢 是因为罗继委已经68岁了 而且呢 他已经担任了全国政协的卫视委员会的 主任委员 也就是说 继续在政协 当他的副部级官员的这么一个职位 但实际上呢 这是一个意外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社保基金的这个理事长 我刚才讲了 从刘正梨 向华诚 戴相龙 谢树荣 到罗继委 都是由政博级的官员担任 而且这个掌握的资金之多 事情之复杂 任务之重 一个副部级是扛不上的 所以这一次没有等到新的财政部长退下来 而是让了一个副部级的刘伟来担任理事会 这就是最高层 匆匆忙忙做出的一个解决逻辑委职位的一个决定 而刘伟 大家都知道 他是财政部的一个副部长 因为他的调职又增加了新的一位财政部副部长 好像叫许洪才吧 而刘伟本人呢 是从四川去财政的这么一个基层干部 但是他有趣的是 他曾经在重庆市担任过财政局局长 属于薄熙来的 最重庆的一个重要的官员 财政部长 能知道吗 是前队子嘛 所以他跟薄熙来的关系 他这样一种上下级关系 并没有影响到后来的他的技术的被重用 但是财政部毕竟有那么多副部长 所以声称一个副部长也没什么 但是这一次突然把他提拔为取代 罗继伟这个角色 也就显示出来了这一次职务的调整的匆忙性 也显示出来了薄熙来的一个旧臣得到了重用 而朱英基的重臣 罗继伟被拉下来了 所以习近平的权势 具有一种比较强势的作风 不管你是什么 朱英基的 弟子又怎么样 朱英基的下室又怎么样 或者说你是有改革派名声的 部级官员又怎么样 叫你下来就下来 薄熙来的旧臣又怎么样 我要用他就用他 要把他送到监狱就送到监狱 飞杀自如的习近平在权力场上确实是一个高手 好了 谢谢大家 今天的点点今天事又点到这个地方